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解了很多关于乳腺癌的发病以及预防的知识 今天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乳腺癌治疗方面的话题 其实说到这个治疗 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说那有病就治呗 但是这治疗方法其实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您来给我们讲一讲 乳腺癌的治疗到底都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乳腺癌的治疗现在手段比较多 首先咱们就是一般就最好的方法 那当然还是手术切除 手术切除这一块手术切除这个演变也比较大 最早的时候就是乳腺做的比较大 胸大肌胸小肌都是切除 那是乳腺根数 后来就是出现了乳腺改良根数 改良根数就是胸大肌 我们就是它分一式二式 有的一式呢就是保留这个胸大肌切除 二式呢就是胸大肌都保留 那现在呢就现在咱们对早期乳腺还有保乳手术 保乳手术呢就是说对女性的大肌要小一点 但是呢保乳手术它是有身症的 还有呢就是说除了手术以外 咱们还有化疗放疗 靶相治疗内分泌治疗等等 还有卵巢空中意识治疗 再一点就是中医中药啥的 但是这治疗手段比较多 刚才听您说了这么多治疗方法 我们知道对症下药那是最好的治疗方法 其实我们知道做上什么病理穿刺 可以更好地帮助患者选择这个治疗的方法了 但是很多人觉得这个穿刺啊 就会导致癌症的种类转移 这种说法有没有点科学根据呢 要是以前吧咱不敢保证它有没有宗旨 但现在来讲呢就是保护手段都很好了 它是空一针穿刺 它副牙做空一针穿刺 那是很快 所以说要导致转移的可能性比较小 比较低 一般来说能够避免 那也就是说随着科技进步 这种做穿刺采样的这种方式 也会越来越安全 对对 我们还是强调乳腺癌的话 最好要诊断还是要数前穿刺 那样的话 就是说做起来有的方式 数前就能决定手术方式 所以说咱们还强调数前穿刺 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 对于不幸患乳腺癌 又不得不实施乳腺切除术的女性来说 乳房却是她们心中无可奈何的痛 既要保留住女性自信象征的乳房 又要切实地切除肿瘤 减少转移和复发 这个问题是乳腺外科医生 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 今年发展起来的保乳术 很好地解决了部分病人的这个问题 因而受到越来越多医生和患者的青睐 其实大部分女性都很在意 这个自身乳房的完整性 过去治疗乳腺癌 像您刚才说过 大多数是这种全解手术 现在也有这种保乳治疗方法 那么这两种方法 其实好多人就想问一下 哪种的治疗效果更好 什么情况下 这个患者是可以选择保乳治疗 这个原则上来讲 就是两种办法 治疗效果都不出 但是我们要保乳的话 要有一定的实行证 所说的实行证 就是说你这个乳房的总物 处于T1期和T2期 但最好是小于3公分 另外乳房的比例大小比较合适 另外聚乳头最好大于2公分 因为我们聚总物 一般都1公分左右切除 你要聚它比较近的话 乳头可能形状就可以改变 再一个你单发病毒比较好 你如果因为我们乳腺分四个相线 你要在一个相线里可能还好 你要在多个相线有 也有这样的 就是说它可能外上相线有 别的相线还有 那你这个切起来保乳 要是同源性的也可以保 但是要是单个的 那保乳就更好些 另外你还得有一定的经济条件 因为保乳手术人都得做放疗 放疗可能还得花一笔钱 还得患者必须同意 患者要不同意 我们也不能保乳 这个我听说 有个说法叫脉墨通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脉墨通实际上是乳腺的微创手术 但这个你主要适合乳腺良性的总流 特别适合就是说多发的 总物不太大 不太大 一般就是大于0.5 另外你小于三公分 这些咱就可以在一侧乳腺 如果它良性 创口非常小 两大三公分 三毫米 这个切完以后不需要缝 我们都知道 这个乳腺癌是很容易发生淋巴转移的 对 刚才您也讲过了 而且一旦转移之后 这个后果其实也挺严重的 对 那是不是这个 每位患者在手术之后 咱们都要做一下这个淋巴的清扫 或者说都要去检查一下这个淋巴呢 原则上来讲 就是说咱们说像一般的中晚期的乳腺癌 我们都要清扫乳卧的 但是现在咱们的乳腺 像比较早期的我们保护手术 或者极个别的有些乳腺癌全切手术 我们有的时候也保留乳卧的功能 因为乳卧清扫以后 容易出现上脂麻木 特别人还有水肿无力 它有些并发症 提供物 包括树叶它受到影响 它功能受到影响 所以说咱们早期的乳腺癌 现在一般就是不清业务了 就取前哨淋巴结 前哨淋巴结 我们一般取就是两到六米 如果送了以后 因为它这乳腺功能能保留 业务的功能 它是没有转移 或者是极个别的红转移啥的 那咱们也可以不清扫 有的那些就是也有这个观点 就国外他们有这个观点 就是业务不清 就是有极个别一两个转移 他们通过这个照射 也可以达到就清早业务的目标 但咱们国家呢 要是前哨淋巴结阳性 大部分人还主张其 我们知道当患者的疾病得到治愈 其实与所同时 也治愈了患者家属的新病 但是治愈之后呢 咱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对 尤其是这个患者啊 这个术后的生活也要多注意 那么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像乳腺癌的患者 在手术之后应该注意些什么 一个就是乳腺癌的患者吧 术后呢就是 还是按照医院的要求 定期复查 要是中高纬的 一般的来说呢 我们主张头两年 应该三个月查一次 因为三个月查一次 如果要两年以后呢 可以半年查一次 五年以后可以一年查 因为乳腺癌吧 特别是在头三年 两三年之内容易复发 所以说还根据他的 这个乳腺癌的 不同的病理类型 我们这个采取不同的方法 因为它是防止对撤 因为一撤得了以后 对撤是正常人的 也二到六倍的发行 所以说也得注意饮食啊 注意保持心情愉悦啊 注意锻炼啊 再用一些就是 增强集体美丽的药 饮食上呢 我们还强调就是 乳腺癌疏后的患者啊 还是尽量少吃一些 就是含脂肪类的高的食物 比方说那个红肉 我们所说红肉 就中间羊肉 但是不是说不是少吃吧 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 像咱们常见的什么 西兰花菜花啊 胡萝卜洋葱啊 这些包括地瓜呀 包括西红柿茄子 还有好多这些东西啊 对机体对乳腺 还是有保护作用的 另外你避免喝酒 特别是白酒 烈心酒 因为它这个也直接 次第次就是分泌 再一个你就是说呢 还是要保持 就是家庭的和谐 家庭不和谐的 或者心理压力 比较大受创伤的 对这个育后还是不好 温馨提示 乳腺癌患者术后 不能吃含激素水平高的食物 比如炸鸡 因为乳腺癌发病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由于激素水平过多 不建议吃辛辣刺激生冷的食物 如冰西瓜 辣椒等 以营养均衡的五大类为原则计时 减少含脂肪性的食物摄入 多增加高纤维食品的摄入 如芹菜 菠菜 西兰花 那无论是饮食还是自身 甚至于说生活习惯 其实这些方方面面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但难就难在 能不能在生活当中 能够一局地坚持下去 因为只有您坚持下去了 您的健康才会真正地变得 有价值 好了 观众朋友们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卫生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 再见